1 2 3 1 2 3 你說什麼? 你是什麼台的? 關掉它 疫情開放之後 機場就失敗了 兩條隊長得像水蛇村那麼長 現在也不知道等我什麼時候 對,剛剛包了一個機器 打算接著CC過去 不過可能他最近有點忙 被人高騰,搞不定 那在機場碰到Kelvin 怎麼這麼巧? 心情如何? 都是去越南,去庫國島 沒錯,都是很硬 你對於越南的旅程有什麼期待? 超級期待 我想可能是有些教育 好像可以見到趙長鵬 不知道這次是不是真的見到CC呢? 被人高騰 搞不定 好,那我們第一站目的地就是 胡志明 那我現在準備上機 好了,我們現在準備 去打這個內陸機 去這個庫國島 但我們現在不知道在哪裡 喂,這個我們會不會上不到機 時間緊迫 好,那我現在就來到第一個 Binance Event 還有呢,終於吃飯了 還可以見到其他的KOL 那我進去看看吧 好嗎? 好嗎? 好啊 其實我想說這個應該是一個 Smart Casual 但我們是穿人拖鞋 我現在就立即是有第一個活動 你現在覺得心情如何? 挺期待 也挺多人見到 好像說超過100人 你很期待見到其他國家的KOL 或者是誰你最想見到的 來吧 見到了 謝謝 期待接下來有什麼活動 你覺得是好玩或者很想 期待 他有很多工作坊 看看有沒有東西我不知道 然後回去告訴大家 他有沒有學到在這個Camp 大哥要見面 看到你被很多女生包圍 並沒有 這個活動快要開始了 你覺得整個心情都怎麼樣 非常興奮 我覺得可以遇到很多KOL 可以交流彼此不同的 推廣幣圈還有介紹幣安的方式 感覺就是有很多很厲害的KOL 就是有一些 差不多100萬的粉絲的KOL 演員在支持裡面 這個機會是很難得 就是可以跟他們去交流 就是我自己也很期待 Binance is our users without users we have nothing 這就是為何你們是Binance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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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正式開始第一天 我剛剛吃完早餐 現在就來了上課 我講期貨 今天我先開玩 我是Jaan 我先開玩 我是Jaan 我正在一場 你做的 好 好 很棒 我先開玩 i want a merry-go-round erase it 好 mers 5萬粉絲 Mirella What? ふぇ Hew 泥骨 吃辣椒 很美味 我打 yum 有一隻背ás 他試探 直到好像被火燒肉 我成功90分的家居 我成功90分的家居 希望大家可以喝酒 然後可以用酒吧 試用品質 然後享受生活 那是金錢 然後教育方式一起 我們的風格不是說 那是金錢 今天計劃了 明天就實現 我現在準備去搭快艇 我去第一個島了 有很多東西看的 還有水上活動玩 準備出發 今天很榮幸請到 那麼多位幣圈的Q&A 和大家分享 可能讓大家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蔡家文 Kelvin 大家好我是Sky 大家好我是Michael 那我現在就開始下一個環節 快問快答 那可能我去買一些很簡單的Binance 問題先 那首先你知不知道 CC的這個 是代表什麼呢 Ignore FUD Ignore FUD 喂 太好了 好 可以跟蹤Binanc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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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下一個問題 就是Binance 就是一個關於儲存的一條工鏈 那知不知道它的名字是什麼 Greenfield 對 Greenfield Greenfield 對了 大家都很厲害 那麼厲害 厲害厲害 好 那下一條問題問大家 大家可能都玩過Binance的Launchpad 那最近一期就是這個Space ID 那大家知不知道 第一隻Launchpad到底是哪一隻呢 有沒有人記得 有沒有人記得 B&B 不是不是B&B B&B不是Launchpad OK Step L 不是Step L 17 18年初 17年不是18年初 18年初 好 教得 提示 第二隻是BitTorrent Justinson的BitTorrent 第二隻 第一隻是哪隻 Tron 不是不是 現在可能D-List 了可能 現在可能走了 U.S.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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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但我想不到 開估了 是叫做Bread 麵包 像一個Ballet 現在沒有麵包賣了 特意找 特意找給大家 這條問題 連你都要找 那我們怎麼回答 下一條問題 對 閉安的趙長鵬和何壹 有什麼關係 都是OKX的前合作夥伴 對 不會再說 男女的合作關係 男女的契合合合作關係 我真的不知道 一齊在香港 好像一齊做我 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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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 一起回他本身的行業 哦 一起開 好 下一條問題 那大家覺得 Crypto裡面 最有影響力的人 到底是誰 Tesman 你答了我 你覺得呢 Michael 我覺得是Pherson Pherson 他雖然不是說 家財萬貫 掌握著很多錢 但是他掌握著 大家很多的信仰 他是一個靈魂人物 有一天Pherson 結婚 離婚 失戀 我想個幣市都會有少少反應 Pherson 很多meme coin 都特意找他宣傳 去Walland 然後就被他賣光 美國 是啊 現在我聽說 他拿著很多Bitcoin 除了中本聰 和 Binance 計算中本聰 Binance是第三大 第二第三大的Bitcoin 所以要這樣計算 他也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人 第三大 數據上 Gray scale 第一大 如果你計算中本聰 也是在上面 美國就是第三大 20萬粒Bitcoin 比Micro strategy 14萬 13 13 14 還有保持著很多黑錢 可能之前的Sylfow 或者Deepwrap 犯案 充滿了 收了Bitcoin 我們接下來 即將會和大家聊一下 大家在幣圈裡面 到底遇到什麼血與淚 分享一下大家的新宣史 還有可能會說一說 有沒有一些開心的東西 是當中遇到的呢 大家有沒有試過 分享東西的時候 可能被粉絲去罵 或者吵 那一定會有的 一定會有的 我想 無論是密閉圈 都會出現這個狀態 我覺得最搞笑的 就是有很多都是錯誤資訊 即是不實資訊 早幾日Facebook post 我說我FTX的損失 就追回了 成功用了四句追回了 然後有人就說 但是你教學生開FTX戶口 他說這些學生的數目 怎麼計算 其實我沒有教學生開FTX 我只是跟學生說 Binance和Bitcoin 這個很明顯 就已經是一個不實資訊 除了FTX以外 有沒有還有什麼被人罵 Luna呢 我在21年有介紹過 接著之後呢 我去到22年的4月 我出了Twitter 就說 Luna要做一隻 short anchor的腳 即是我那時候 出了四個Twitter 去到5月的時候 Luna爆 接著之後 就有人衝出來 這個混蛋介紹Luna 接著他們CAP CAP 我2021年 第四季那些 你不記得 第四季是good的 Luna在 22年頭是升得很多下的 所以 他們是拿一些 21年的東西 接著就 ignore 我22年4月的幾個Twitter 即是他們是 其實他們知道的 因為我見到有個人 我是show proof給他看 有幾個網民 我show proof給他看 其實我4月是有 有講 有講說要short 然後他說是ok 我知道了 然後轉頭 轉頭之後 他又再出一次 這傢伙是21年 即是他未必是理錯 或者是純粹在玩 我覺得他是just for fun 所以我沒什麼所謂 這個我很新同感受 因為我都介紹過Luna 可能是21年10月 還是9月這樣 這個我幫Desmond澄清 我覺得你在21年 是有介紹Luna的 其實那時候 Luna是第五大的幣 是個個都會介紹 一定介紹 肯定介紹 即是你等於你當Apple Amazon這些股票 你沒理由不介紹 因為是top的big cap 去大市值 不說都不知說什麼 對 然後我記得二年 大概一月 你有上過財科暗戰 對 然後我很記得一條片 就是張圖先生問你 喂 怎麼看Luna 其實Luna是有些風險在 因為他說 有機會會unpack 我記得 很記得你說這件事 那些人去到四五月的時候 去到五月的時候 都狂 post 你在之前說 介紹Luna的 那時候 很記得 我很記得 我也幫你補答 謝謝 謝謝 那Sky 你有沒有遇到一些類似的情況 或者有沒有遇到什麼 一定會有 最重要是 心臟要夠強大一點 因為 如果你不被人罵 或者你 沒有Noise 你不被人搞 就代表你補 不夠大 這也是一個好 對 影響力夠大 局勢夠大 局勢夠大 因為那時候做香港市場 用廣東話 然後 我記得有一段 是Luna 前後的一句作 我想 嘗試做普通話 普通話那麼厲害 那我去廣東話 那市場大很多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市場其實是 的結局在這裏 所以如果你要廣東 或者你要再做大一點 那你就要打開一新市場 所以那時候 我就嘗試做普通話 就是做紀錄園做普通話 結果是 反應是差的 因為一來 可能那時候的價錢 是受Luna影響 可能情緒比較負面 和比較敏感 2022年 都不是一些 政治上很敏感的時間 但可能大家都會說 那你 Switch了普通話 即是忘了初衷 你又不記得 哪個養大理 哪個一開始 幫你公書教學 那所以 我想其實做KOL 或者做內容 做視頻 有很多事情都是 有苦自己知道 嘗試可以將它們 親入其 整在我們的場景上 其實我們 講很多事情都要很小心 我們其實在做很多 都是免費的教育 香港市場 如果是這樣 批評文化 或者抱怨文化 少了一個好的 內容創作者 輸出者 其實對情侶市場也不好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正面一點 去包容和接受 多一些新的私養力量 我時候覺得 可能香港人 就算心裏支持你 或支持你 可能他也未必會說出來 不過我的黑人 一定會立即出來攻擊你 所以其實都可能有 一些人支持你 不過他沒有說話 我們是工作人物 你開了名字 第一知道是誰 人家開十個月坑分身 無限攻擊你 無限搞你 其實你可以做事很少 所以唯一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繼續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 還有你心臟夠強大 最後所有KWL 所有工作人物都面對同樣的問題 那為什麼人家沒有放棄 為什麼人家成功 是因為他去了成功之處 因為他強大 所以這也是一個 跟自己說的藉口 就是不是只有你才遇到問題 所以最重要是貫徹自己的思維 對 保持一個正面的態度 否則應該都很難走下去 對 那Michael 我知道你也有寫開東西 或者IG分享一下東西 可不可以跟觀眾介紹一下你的頻道 或者都說一下 你有沒有遇到什麼挫折 或者有沒有什麼很深刻的回憶 就是做了那麼久這個IG 和寫Vlog 大家好 我是Michael 一直都有寫開不同的文章 以及過去幾個月都有開設自己的IG 試一下去做多些內容給觀眾 這邊大家可以追蹤 接下來我們都會搞個Podcast 大家都支持 其實很多身邊的人反而會跟你說多一點 問多你很多東西 就會了解一下 你說那麼多去中心化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市場那麼多東西爆 那麼不穩陣 但是很多時候是大家對於這件事 沒有一個全貌的認識 例如很多時候一些不好的消息 或者不好的新聞 其實未必是關於那件事 例如是FTX爆 其實它不是一個去中心化的問題 它正正就是一個中心化的問題 其實很多人就很片面 單單看標題就去嘗試另一件事 所以我建議大家都是真的 就是無論你覺得那篇文不好看 或者你想看的話 你是要看多一點和深入一點 才再去作評論 和再去做一個考慮 不是的 真的研究完之後再去做決定 或者再判斷 那說完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有沒有遇到一些很感動 可能一些粉絲跟你說過些什麼 你是很印象深刻的 有沒有這些情況出現過 有啊 最深刻就是有粉絲說 他可以成功搞到婚禮 是因為真的賺到錢 就是用L稿賺到錢 那麼誇張 不止一個 有兩三個都是 可能在早一兩年就說 他說怎麼辦 我快要結婚了 我沒有本錢 他問我 他說你可不可以借錢來 我說借錢給你 是最不可能的 因為我的 opportunity cost 很高 例如我自己的 return 當我一年三十 那我借給你 即是我要收你35%才行 那不是一個possible的方法 所以我就說不如我教你elgo 或者我教你怎樣去賺錢 在市場上 因為 which is 是我認為最容易賺錢的方法 所以我之後就教他 你可以這樣試 這樣做策略 這樣去想策略 這樣去brainstorm strategy 或者這樣去 trade 然後去到之後 過了一年左右 他真的成功賺到超過他的分禮需要的錢 令到我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幫到別人 真的幫到別人 而且幫到別人一個人生的大事 那sky 有沒有類似的經歷 最開心的是我想 觀眾或者學生 是幫他們去入到web3行業 可能做了十年文職工作 但是他是覺得web3的行業 他是覺得是 大家看到是有潛境 有潛境 也有潛力 都很記憶 但是他不知道怎樣入行 無論是給他一些機會去嘗試 去幫我們 甚至乎是幫他去結合一些公司 去上三至五課 最簡單的課 讓他可以解釋整個web3行業 那他準備進入到這個行業 開心過自己 有很多的突破 因為對著這些學生 或者一些觀眾 說這些心目中想說的話 是有feedback 這個我想成功感是 就是大過錢的成功感 我也是這樣覺得 可能有時候收到一些粉絲說 即是這些片 真的幫到他學習到整個crypto 怎樣運作 或者他明白到那些DeFi 那些滿足感很大 那現在其實web3行業 都真的成了得很快 那我知道其實是中間 有很多不同的機遇 可能真的可以改變他一生 即是除了trading 可以發達之外 那其實可能一些早期 即是可能早期加上Binance 那些可能都拿了很多Bnb 然後就升了很多 然後都賺了很多錢 不同的一些職業的人 都可以參與 即是可能未必一定是coding 或者未必一定是tag 可能都可以是一些 做designer 做剪接 或者甚至乎marketing 或者一些PR HR 其實都有很多發展的空間 我想是很公平的 這個行業 因為這個行業就是很新 從比特幣開始 現在計算是十三十四年 變相就是 你在其他行業裡面 有很多老行專業 即是你要排隊 就是有傳統金銅 你做trade的 但是有很多人在你前面 你的相對你的機遇 或者你的流動性 向上流的機會 是很隱瞞的 第3就是 哪個行得夠快 哪個夠 是一個fast learner 其實就可以成為一些 即是領先者 那我覺得這個對於很多 現在願意學 願意肯薄 肯充的 年輕人 就算是三四十歲 四五六歲都無所謂 因為你有心的話 其實機遇一定是有的 Michael你可以分享一下 都是很開心 就是有時候寫到一些文章 或者topic是可以啟發到大家的思考 因為我比較喜歡去探索 Web Free不同的可能性 因為Web Free始終對於這個世界 甚至乎香港人來講 都是很新鮮的事 裡面有很多技術 其實可以去融入去不同的行業 有一次我來講一些 例如跟商業相關一些 vigital的topic 或者跟一些 ONGO相關的topic 可以啟發到身邊一些 做這個行業的人 透過因為我的一個post 因為我的一個sharing 它可以把這些web Free的元素 放在自己的本頁上 透過認識這個新的事物 裡面的新的元素 真的可以去 加在你的知識上面 去製造多點 不是火花出來 AQAE&G 是在我的手上 楽飲來的 I'm gonna keep my world 今次不要喜歡 我一個人都得了 AQA的新的年度 我一人都不能再像 我一人都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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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人都不能再像 我一人都不響 不知不觉 你跟着这些球 不知不觉 后知后觉